高斯公路旁霹雳聲響起 炸出巨大的火光 煙火還不斷向外噴溅 這在河北的路邊煙火灘 意外被點燃 而為了防止類似意外 引起火災 並且改善空氣品質 大陸各地規定 學的城市在春節期間 進放鞭炮煙火 而這也讓不少販賣 爆竹的商家 生意美空欲下 肯定會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可能國家這塊 管控也是比較嚴格 老百姓的燃放這塊 增加規矩了 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放 今年北京市被允許 合法販售煙火煙炮的店家 比起2018年 大幅減少將近六成 產品價格下跌 讓不少業者叫苦連天 還有從2019年 政府跟開始擴大進放範圍 北京武漢內全面禁止 在郊區還規劃了進放區 更重要的是 連買相關產品 都必須掃描身份證 進行實名制購買 堪稱史上最嚴的禁燃令 我覺得挺好 吃身份證 空氣污染 你要說不放吧 缺少點黏分 放的太多了也不好 其實現在更多那種電子禮花 可能也有 可能我覺得慢慢取代 這個傳統禮花 可能也是一個趨勢吧 大陸官方對於首都放鞭炮的態度 從1987年 命令限制二零零五年開放 二零零九年 央視新大樓因為新年鞭炮 一把火燒光後引起社會討論 從二零一七年開始 北京武漢內禁止燃放 到今年開始實施最嚴格的禁燃令 記者 成長不倒 平均